欢迎回到独立特派员的节目现场 人才的竞争或许可能因为意识的政策支持 而有大幅变化 但长远来看 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确实是各凭本事 大学的师资也一样 目前在中国的台籍教授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全球招聘的顶尖人才 而另外一种是台湾高等教育体系 没有办法容纳的博士毕业生 每年大概有上千人在台湾 找不到大专院校的教职工作 而中国这次提出了会台政策 从博士后的研究人员 到千人计划的顶尖人才 都是要来吸引台湾的师资 如果将两岸三地的教授起薪 大概比一比 台湾的教授年薪大概一百三十六万 讲师是七十八万 中国教授的年薪一百一十八万 博士后八十九万 不过还加上了二十三万元的安家费 及科研启动费三十三万 而香港大学则是专注 挖角全球顶尖的教授人才 年薪大概是台湾的三到五倍左右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中国的教授薪资和台湾差不多 但因为人口分母大 机会多 成为另外一个诱因 而这一波会台政策到底可能吸引多少人 背后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关心 台湾的高等教育又该如何因应 继续是我们的追踪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来也是很想在台湾找工作 然后盟职发展 但是可能投了很多的履历出去 但是其实不太有预期中的回想 黄宗浩2008年毕业于 政大政治系博士班 寻觅三年 落脚在上海交通大学 今天呢 作为女人 要逼得比较知心 因为今天的干过很多 很尽量很多 大三的政治经济学 用中国年轻人熟悉的笔研开场 结合最新时事评论 还有人慕名而来 之前有学生说我上了课就是 他是讲政治经济学 然后不是学经济学的学生 就是对这方面还蛮有注意的 我也是蛮喜欢黄老师 因为他上过比较分区 不过要在中国大学教社会人文学科 用语得特别注意 譬如讲到蔡英文总统 要改口台湾领导人 像黄宗浩一样的台籍教授 上海交大有13位 但薪资待遇各不相同 我们的工资构成中 学校发一份 那这个可能是大家差不多的 学院还发一份 所以你的学院的性质 甚至他的身材能力 还有他的学院自己内部的规定 跟政策就非常重要 上海交大心智的讲师 年薪大约25万人民币 跟台湾的副教授差不多 但原本严苛的升等条件 最近有机会因为国台办公布的 会台政策有新的改变 让台籍教授到大欧任教授 之前在台湾的一些学术成果 可以被采认 但是当然因为这个部分 就是上面做了一个政策宣示 但是其实关键还是要到地方上 包括到每个学校 能不能确实去执行这个政策 在上海熬了五年 黄宗浩买了房子 娶了当地人 他说他也想回台湾 但已经回不去了 来了这些年 我发表的一些东西 在台湾是不列入考虑的 也就是等于是你的学术空间 这五年来 好像你没有学术成果或表现 或者是说被扶得上台面 或被纳入财政的表现的话 那我基本上没有办法 在台湾找到一个相对合适的工作 被迫出走 回家的路越来越远 像这样的本土博士 未来恐怕越来越多 因为我是坐晚上的飞机 就到晚上才到 对 然后他就 他们的车接我们到饭店 就到那个福州大饭店 那就两个人一间的房子 时速交通全部免费 包括成名人在内 一百二十五位台湾博士 六月获邀参加海峡两岸人才交流大会 人力市场上 福建省六十五所高校现场设谈 一个个台湾博士 直接谈价格 台湾国立大学教授 年薪一百三十六万起跳 讲师最少七十八万 这次真才的中国高校 以华侨大学为例 教授是一百一十八万起跳 博士后大约八十九万 但另外还有最高二十三万的安家费 三十三万的科研启动费 如果假设你谈到比较高的年薪是二十五万 那二十五万你换算台币扣掉税以后 大概不到一百万 所以其实跟台湾的薪资 差别不是那么大 打打算盘 薪资待遇不见得更优渥 达不到绩效还得扣心 但许多人看好的是 在中国的未来 科研的研究或产学合作 跟企业的对接的这个部分 也许我还有其他的发展可以产生 可是在台湾这个部分 就相对的少很多 这波会台政策 将吸引多少博士生 吸进竹梦 很难预测 但确定的是 台湾的大专院校没有他们的位置 当年轻学者外移会不会影响台湾高等教育的品质 台湾又该如何留住人才 以前弹性薪资也许都是 雨入均沾 给个三千五千一万 我们希望现在急剧可以拉高一点 真正优秀的人 你应该提高这个弹性的薪资 把他们留下来 迎战中国会台政策 教育部提出玉山计划 高教生根计划 要留财揽财 甚至科技部也有其他的补助 但效果却备受之余 政府的各种计划 它的经费有的时候过来分散 或许适合国人 个人来申请 但是要引领 就是说大陆对台的 整体的这种持续作用 那我是建议政府 应该要做一些跨部会的努力 面对少子化及全球大学的竞争 如何整合资源发挥更大效益 香港的大学也在努力 我们需要用哪一种特别的材料 叫光刻胶 它不可以暴露在白色的光里面 所以你看我们整个房间 其实是黄色 香港科技大学耗资近八亿台币 兴建奈米实验室 给学生用的设备 一年还要花近两亿台币维护 为的就是打造一流的大学 一开始科大的理念 就是一流带一流 我们要招一流的教授 然后有一流的教授 就可以吸引一流的学生 然后有了一流的学生以后 我们要训练他们成为一流的毕业生 郑光廷任长毕业于台大电机系 长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博客来分校任教 被挖角来到香港科大 他认为学校要吸引人才 最需要的就是弹性 可能有些人是要多一点的研究经费 有些人是说我希望在我的领域 多找几个教授 有些人是要多一点薪资 要办一流的学校 一定要让学校管理阶层 有足够的工具 还有权限 来吸引到一流的人 一流的人才 曾经撑起台湾经济发展的一片天 如今可能却稍纵即逝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以国际化文明 从小四年来 所有的课程都是全英语授课 今天这门生物资讯学 就是从台湾的交大所挖角来的教授 黄振刚所上的 香港中文大学在中国深圳设立新高校 黄振刚去年八月来到这里 为了让他专心上课 学校提供三房两厅的宿舍 黄振刚的太太跟他一起搬家 孩子都已经成人 夫妻俩来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几乎是只要带着皮箱就能入住 就是我们career开始的时候是在美国 然后经过十几年之后 我们就搬回台湾 就是career的middle stage在台湾 然后现在是end of the career 我就觉得说 那到另一个地方去 也是一个蛮好的尝试 宿舍家具家电以应俱全 但开窗映入眼底的 就是深圳市龙岗区特地规划的国际大学园区 那是莫斯科Moscow State University 那个高高的塔才开始在建设 然后你看到的例如说 那是书院 私庭书院 学勤书院 书院制度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传统 学生生活及活动都以书院为中心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是依照中外办学条例设立 深圳市人民政府提供土地 并投入大笔的经费 黄正刚就负责筹办其中的生物研究院 OK 未来这一整层 对 就是对 然后suppose我们这个过去 我们还有还有大概五六个office 生物研究院夏季将正式启用 黄正刚手上有超过一亿人民币 五亿台币 要吸引十位教授 二十位博士和研究员 利用电脑在研究生物 这个包括药物设计 包括了你例如说你的你的基因 OK 你这个精准精准医疗 深圳市人民政府为了发展国际研究 一共支持四个诺贝尔奖实验室 这里是其中之一 每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里瓦歇尔会进驻一个月 阿里瓦歇尔 我是他one of the最早的学生 他还蛮喜欢我的 他既然那么多年还想到我 说OK推荐我 他说如果你要就我就推荐你 你知道 那就 就来看看 香港中大深准 每个学生的学费 一年将近四十五万台币 因此黄正刚不会延 这里的薪水是台湾的五倍 但因为瓦歇尔推荐 才让他决定从交大提早退休 而下一代的徒弟 交大实验室里的学生也跟着来了 诺贝尔得主的徒弟 在带着他的徒弟来到深圳打天下 我们现在在这边待遇的话 我们扣掉差旅机会的话 其实跟在台湾的钱差不多 跟台湾的博士后一模一样 差不多这个钱 所以我来这边就不是 就不是说为了多少钱来这边 就是他现在需要我们这些人 我来一个考量是 就是环境不一样 你可以体验不一样的环境 所以一般老师今天去别的地方 我们也回去 对啊 一群人从无到有 目标是建立世界级的生物资讯研究中心 中国政府大笔资源投入 让黄正刚回忆起90年代 台湾吸引人才归国的盛况 我来这里就是说 你可以发现这里的失落 绝对是这样子的 其实像我当年回台湾的时候 我当年从来回台湾 台湾很类似像这样 就是失落 就是对归国也很优待 然后那后来就开始 就是因为所有的失落都会慢慢变平 黄正刚在交大一手建制生物资讯学院 也拿过国科会一年两千万的登顶计划 重量级教授出走 很多人揣测 是为了年金改革 但他郑重澄清 并非如此 而且台湾的研究环境也很好 黄正刚说 学术界挖角的竞争一直存在 也有很多美国教授 因为拿不到研究经费流向中国 有时候不要把竞争看得这么糟糕 因为本来就有竞争 公司永远都在做这些事情 有的公司就是钱比较多 可是你不是说小公司好像就没有前途 如果你永远看到那个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 saddening会有一个 就是当年的apple出来 一个facebook出来 两岸三地高叫师资征战 比资源 比前景 在中国画出的梦想里 有人挺进逐梦 也有人发现 梦境不如想象美好 面对强大的慈禧效应 台湾又该如何 成就高等教育人才的梦 在全球化时代 人才的流动是正常 也是必然 中国的会台政策 是有诱因形成一股拉力 但当台湾的产业形态 薪资结构及生活环境 无法提供专业人才 足够诱因留下的时候 却也形成另外一股推力 而这一推一拉之间 造成人才流失的差距 的确是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 独立特派员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婷宇 我们下次再会